工人用刀划开了箱子上面的条形码 他将这些条形码录入到系统里面 接着又将机器打印出来的新条形码用扎袋绑在猪腿上 原来这个条形码上有所有和猪腿相关的信息 比如屠宰日期、生产农场、入库日期和重量等等的信息 这个工人正在清除肉上面的筋膜 因为这一层筋膜会阻碍盐分的渗透 这时他还要把肉里面的血水清理干净 不然会在发酵的时候发出难闻的味道 严重的化肉的内部也会腐烂 为了保持新鲜的肉质 这个车间的温度常年控制在5到7度 所以能在这个岗位工作多年的女工很少 女工将天日盐均匀地涂抹在猪腿上 然后放到了一边 紧接着一位67岁的大爷将猪腿移动到了腌制室 为了不让肉上面的盐掉下来 他小心地挪动着猪腿 未来的几天里细胞内的水分会在盐的渗透压的作用下 从细胞内扩散到细胞外 从肉里面流出来的水分通过旁边的水槽流下去 肉在熟成时对环境的温度和湿度的要求比较苛刻 所以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对熟成室进行三次检查 这是上周腌制的猪腿 此时还能看到淡淡的红色 再看看即将送到下一个加工工程的肉 这块肉的激红蛋白中的血红醋已经被氧化呈现出褐色 工作人员将熟成好的肉拿到了腌制车间 女工再次将天日盐均匀地抹在猪腿上 还特意在伤口处撒了大把的盐 二次腌制后的猪腿现在要再次送往熟成室 为了避免在搬运时频繁触摸猪肉导致腐败 他们专门安装了通往熟成室的滑轨 这个滑轨上的吊板前后一共能悬挂70多条火腿 这个熟成室的火腿已经放置了4到6个月 现在这里已经弥漫着浓浓的氨气味道 工作人员说现在臭 但是两年后就会散发奶酪般的香气 而这两年间火腿将分阶段存放在温度和湿度不同的 三个熟成室和四个发酵室 他们正在清理的是腌制过的火腿 进入熟成室和发酵室之前 先要用温水洗掉盐分 如果不清洗盐分的话 不仅吃起来很咸 而且不利于熟成和发酵 洗掉盐分之后还要再次割掉表面的筋膜 接下来清洗干净的火腿 被挂在吊板上准备进入熟成室 工作人员说这是最累的环节 时间来到第二天 工人们正在往火腿表面涂抹猪油 原来涂抹猪油是为了让肉质变得柔软和细腻 抹上猪油后 工人再一次将火腿推进了发酵室 另一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火腿品质 这是用马的小腿骨做成的工具 工作人员将腿骨慢慢插进火腿里面 拔出来后贴近鼻子闻了闻味道 他说这是西班牙人常用的检查工具 当腿骨插进肉里面的时候 这些孔洞能将火腿内部的香气带出来 他将根据味道决定哪个可以出库 哪个还需要继续发酵 现在距离成品还剩下两个环节 工人正在小心地剃着中间的大骨 剃掉骨头之后 工人用剥皮机剥掉了皮和脂肪 两年前原本二十多斤的火腿 现在只剩下七斤 工作人员将火腿固定在手摇切片机上 随着机器转动 薄如纸张的火腿片从机器里面切出来 这是旁边的几名女工正在打包火腿 他们用剥刀剥掉了火腿片参差不齐的边缘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火腿片放在了西油纸上 毕竟是高价的东西肯定不能随便摆放 到此 京东卫下的火腿被打包 即将发往各个卖场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